位在新竹市香山区的山林间 有一间隐藏百美食 外观朴素不起眼 不仔细看还不知道是一家餐厅 里面有老板刘祥德 他自己搭建的摇烤炉 店内招牌是用原木柴销的摇烤机 再加入独特秘方 吃起来皮脆肉嫩又多汁 一朝只开三天 没有预约就吃不到 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带您一探究竟 穿越林间小路 古早的红砖农舍 伴著山间月的风声与鸟鸣 位在新竹市香山区的这间餐厅 外观像是一般住家 里头却有内行人才知道的秘境美食 上菜了 这个是我们招牌的烤鸡 招牌摇烤鸡围绕柴燒香气 吃起来不干柴 脾脆肉嫩又多汁 是每桌必点的经典菜 很甜 一般你外面的鸡 有时候你吃不出那个鸡的甜味 但是它这个鸡的肉 它本身就甜 鸡鱼折月来聊 这么长 都从哪里来 苗栗啊 抵抗不了的香味 让客人专程大老远跑来吃 是饮用自家养的野生土鸡 老板娘料之类 还自行研发配料增加香气 这个是加那个中药材 然后放回折角去 它去烤的话它会比较香 外皮抹上一层薄薄的胡椒盐 接着老板刘祥德接手 预热窑炉后 将整只鸡送进烤炉 出炉的瞬间热气伴随香气 鲜嫩欲滴的鸡汁 往架子下的盘内滴滴答答 高温窑烤下 整只鸡披上金黄色外衣 紧紧锁住肉汁 外皮也更酥脆 拔开烤鸡 鸡汁瞬间喷开 客人的赞赏是老板刘祥德 前进的动力 他个性也勾以直率 有什么就说什么 人生都不会想到说 我会去做餐饮这一步 不可能 因为我连洗碗都不会洗 要他洗碗 他不会 但说到烤就能滔滔不绝 已经六十三岁的他 有着草根性的卤质热情 给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他过去有四十年的建筑资历 一手建造自家的摇烤炉 造型及原理 全靠以前的经验构想而成 店内柴烧美味 也因为好奇心 还研发出披萨 烤鱼 肋排等菜色 肋排280 蛋排220 麵包250 每一种食材都是 它的温度不一样 如果我们温度太高 我们就能全打开 温度不够我们就盖 墙上挂满各式料理的计时器 因为烤的过程 时间跟火候的转换都很关键 刘向德对木材的特性也了若执掌 只要是原木就可以了 原木它本身就是没有经过人工处理过 只是它的烧耐度不一样 火候也不一样 因为杂木再烧的话它会比较快 在自家农地就地取材 刘向德说天然原木烧起来最无毒 现烤现做就是美味的认证 除了他 妻子跟媳妇陈玉玲 都在这里帮忙 一家店虽然没有另请员工 但全家人的相信力比什么都重要 一开始都是他们两个自己处理的 然后我后来加入了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学这个的 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有一定的转业能力 那他们就相信 他们也还蛮好的 因为他们都听我的 今天晚上几点呢 六点 好 谢谢 拜拜 炒菜 摇烤或是接待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负责的工作 别看刘向德站在高温窑路前 翻转食材 手脚很俐落 但其实他十五年前曾中风过 康复后不再寻求寂静盈盈的生活 从餐饮门外汗 摇身一变成为柴烧专家 一开就是食店 老人家也是在家里也是 但是没有人要照顾 照顾对啊 说家里本来就有一块地了 然后就搬回来 好 顺便可以这边弄弄花花 炒炒这样 那是很不错啦 那就是早就过小时先这样啦 当初很多客人来就说 哎呀 你们怎么开在这个地方 这个能做起来吗 我们心里也在怕 我们真的很怕 那时候想 做不起来 我老公就会妹妹说 那有关系 夫妻俩当年开在这儿 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环境隐秘外 也没有任何宣传 因为没有人知道 你这里做什么 我们都白两三周 如果有客人 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啦 白客人也常常说 你们招牌呢 我说招牌爱到人啦 等一下给人家怎样 那就算了 然后你就是有缘的 有缘的客人 他是不是说 跑错地方了 就是有兴趣他就留下来 把吃东西当成一种缘分 刘湘德做生意的哲学 看起来很随性 带带着招牌 还有咬烤蛋塔 充满蛋香的内馅跟麻薯 一口咬下酥脆有层次 是许多客人指明 饭后甜点最好的Ending 它中间是有麻糬的 然后它的其实它不会太甜 所以吃起来是不会腻的 对… 然后它的外皮也是很酥脆 酥脆饼皮 让人惊艳 光是在揉面团 就能闻到奶香味 洗完面团后感平 它还比别人多了 这道手续 第一次三折 然后后面都四折 它层次 对 然后这个就有层次出来了 将面皮贴放在模型中 置入美味的灵魂蛋液 送进烤箱 烤到表屏逐渐冒泡 就可以出炉 OK了 金黄色的酥皮跟内馅 闪闪发亮 一切开 看得到餅皮丰富的层次感 配上浓郁香气 让人垂涎欲滴 另外餐厅的窑口吐司 也是Q弹又嚼劲 面皮加入媳妇做的天然酵母发酵 吃起来更健康 要摔到光滑 三十几下吧 我们那时候早上摔的时候 隔壁都还 都被我吵死了 扩着面团的时候 揉中殆尽 反复摔揉 就算再累再辛苦 料自令人坚持纯手工 因为这是机器做不到的精度 正心发酵后加入葡萄 翻越莓或红豆等内馅 就可以进入烤箱 等待华丽变身 像这样 里面我里面比较热嘛 可是我这样 要稍微跟它笑头一下 烤好的吐司 口感绵密 口味多元 手丝慢慢咀嚼 可以享受多层次的独特风味 这里的每道料理 全都用料实在 也是全家人 分工合作的成果 但刚开始刘祥德 累到一度想放弃 做得辛苦 真的比建筑的辛苦好几倍 因为时间拉长 所以说每个礼拜做三年 比较不会那么累 而且还有生活才有品质 这黄金菜脆脆的 这都会餐给客人吃喔 对 刘祥德除了经营餐厅 也细心照顾爸爸传下来的制快递 有空就会陪着父亲来看看农园 蔬菜自给自足外 也成为餐厅现摘现炒的美味佳肴 來... 这是老板娘的私房菜 老板娘热情好客 私房菜一道道 家常烙里更是美味 咸蛋豆腐 很多客人他们都很爱吃这一道 豆腐在油锅里跳舞 直到果汁金黄色外衣 再加入咸蛋一起炒 只用葱跟胡椒提味 虽然是炸物却是绵密不油腻 而在这里除了农园外还有鸡舍 餐厅内的食材几乎都自给自足 从小鸡开始饲养 短的小孙女也会帮忙采鸡蛋 这里有两颗 我们都有分隔在养 一个时间一个时段 大一点的我们就拿去烤 小的就拿去做布袋鸡 小光布袋鸡做起来费工耗食 将猪肚完全套出鸡汁 再刮掉多余油脂熬煮 光是锅里的中药材就有食肌重 但焖煮至少四五个小时才会入味 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功夫菜 汤头滚出新甜浓香 沸腾出阵阵烟雾 鸡肉煮到软嫩后得先起锅 剪开外层逐度 接着豪迈的扒开鸡肉 再放进翁里持续沸腾 琥珀的汤底 有着满满中药材却不刺鼻 一整锅都是料子里 用心熬出的精华 因为这也是她思念婆婆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弄这一道 可是她就想说 我婆婆我爱吃啊 如果不是婆婆爱吃 烙子里恐怕也不会做起这道菜 虽然处理起来很麻烦 但每做一次都会想起一家人的团圆时光 即便这爱的亲人不在了 美好的记忆人用存 在这有着全家人共同生活的印记 有着像家一般的味道 这就是刘翔德当初的创业理念 我从无到有嘛 从没有房子到有房子可以做这样 那就是我自己慢慢跪下 有客人也说好像我会回娘家来 就感觉这样啊 一餐家有茶会喔 好… 像家一般的农家小社 創造无限感动 刘翔德夫妻朗加上媳妇 用心经营的好味道 不只可以养家活扣 更是他们一家四代的幸福起点 还有他们 无法离了 他们不至于一家 都是客人的单位 新商人的 Municipal Constituição 就是一家四代的心理念 就是一家四代的方式 是一个人的